你知道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底部能有多脏吗 这艘远洋船在结束一年的航行后 被其中机缓缓掉起 露出了船只底部的存货 不是别的 正是厚厚的一层海鲜 种类繁多 犹如一个海鲜市场 说到这儿想必有不少吃货蠢蠢欲动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海鲜能吃吗 大型船只底部附着的海鲜 依次能刮下来几十吨 这些海洋生物主动吸附在船底 没有任何养殖或者维护成本 因此有人出招 如果把这几十吨海鲜卖掉 岂不是能白赚一笔钱 再不及也可以自己拿回家吃掉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这个想法很好 但遗憾的是 海底附着的海鲜是不能吃的 别说是卖钱了 白送都没人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海鲜中大多数都是藤湖 藤湖素有海洋害虫之称 它们依靠寄生在坚硬物体上 来捕食水流中的浮游生物 不仅会吸附在船底 也会吸附在大型鱼类和龟类身上 一旦吸上会迅速分泌粘液 一生都不会挪地方 导致被吸附的海洋生物痛不欲生 藤湖本身是能吃的 也有人喜欢将其烹饪成美味 但长在船底的藤湖 却没人敢碰 这是为什么呢 远洋船只结束航行后 船底会附着几十吨海鲜 这些海鲜能吃吗 答案是不能 首先船底附着的藤湖 混杂着很多海藻和微生物 看起来脏脏的 再加上密密麻麻堆积在一起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一眼能麻半天 因此即便藤湖可以吃 人们也只会吃礁石上的 船底的这些实在让人下不去嘴 其次 船只在海上航行时 会吸引很多贝类吸附在船底 出海的时间越长 附着的贝类越重 这会增加船舶航行时的阻力 同时因为船舶的自重增加了 还会导致航行速度下降 进而增加燃料的消耗 藤湖靠着粘液牢牢吸附在船底 在去处藤湖时 船底表面也会有所损坏 据了解 美国海军每年都会花费2.5亿美元 用来修缮因为藤湖造成的损耗 而为了减少损耗 船只一般会在船底刷上特殊的油漆 这种油漆能减少阻力 起到一定的防附着作用 但这种油漆是有毒的 附着在船底的贝类也会吸收毒素 所以是不能吃的 最后船只要想清理船底的贝类 需要进入船雾 整个清理过程长达几个小时 清理完的贝类早已死亡 有的还会发臭 别说是吃了连闻着都犯恶心 清理藤湖的过程有多解压 有网友看完表示 不给钱都能干一天 藤湖是一种闲不住的生物 生下来就在随波主流 一生基本全靠浪 一旦给它们机会 就会牢牢寄生在大块头身上 比如鲸鱼 海龟和船底 对于海洋生物来说 沾上藤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所以它们会想尽办法清除藤湖 比如撞击船只 通过磕碰把藤湖撞掉 还有聪明的鲸鱼 会寻求人类的帮助 它们甚至有朋友圈 一旦有热情的人类愿意帮忙 便会第一时间叫来其他同伴一起 曾有人拍到过 一只长满藤湖的海龟 为了清理藤湖 这只海龟选择在太阳下暴晒 宁愿同归于郡都要这样做 足以见得为藤湖击付有多痛苦 至于船只 一般都会有专人经历 对于动物来说 藤湖很难去除 但对于人类来说 却并不难 一把铲刀就能轻松将其铲掉 不过船底面积很大 藤湖数量繁多 单凭人工铲除的速度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针对大型船只 一般都会借助高压水枪的帮助 通过高速射出的水流 将藤湖冲下来 整个过程无比舒爽 跟洗地毯有得一拼 但即便使用高压水枪 整个清理过程也要几个小时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